马云呢他是又开金口了 将存款呢换成这三样东西 未来十年呢都不会贬值 那么到底是哪三样东西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 大家好我是安哥 这几年的一个疫情呢 让大家更加看重了这个存款 现在挣钱呢可以说是越来越难 老百姓呢也开始都是省着花钱了 都往银行里面存钱了 这两年存款呢确实比以前高了很多啊 但是马云他又开金口了 说可以呢把存款换成这三样东西 未来几十年呢都有可能保持稳定 是不是接下来引起了大家的一个关注 那么到底是哪三样东西呢 我们接着往下说啊 首先就是说呢别把钱看得太重要了 要保持自己的一个身体健康 保持身体健康呢才是最值得投资的一个事情 有了健康的一个身体呢才能够享受生活 实现人生的一个目标和梦想 对家人和社会呢才有所贡献 所以说呢大家要把存款呢用在身体上面多运动 吃这个营养的食品啊 好好休息然后放松心情 只有呢拥有健康的一个身体呢 咱们才能让未来的生活呢更加的好过 其次呢就是说把这个存款来用来提升自己的一个能力 也是非常关键的 尤其是这个知识经济的一个时代啊 个人能力呢在未来赚钱方面呢 可以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就比如说呢你是一个程序员 可以参加那个编程的一个培训课程 提高自己的一个技能水平 这种投资呢不仅会为自己创造更多的一个就业机会 还能够让你收入呢不断的增加 学会了这些技能之后呢你能在未来几十年呢 不断的一个受益 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回报 最后一个呢就是说把这个钱呢换成这个黄金 大家都知道黄金自古以来都是一个保值的一个升值的一个上升空间嘛 看到现在黄金的一个价格已经从2020年的300多 暴涨到现在的四五百甚至已经600了啊 以前不是有句老话吗 就乱世买黄金 在这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 如果说有闲钱呢不妨考虑买点黄金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避险方法 黄金呢不仅是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货币 是全球通用的能够增值 还有一些稀有金数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不仅是工业的一个必备原料 就是还有很高的一个这个升值潜力嘛 把钱换成黄金或者是稀有金数呢 让财富能够稳定的增值 让对此大家都是怎么看的 也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